在我們節目裡頭常常講的 結婚好不好 要結婚好不好 不要結婚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 現在談結婚都太早 因為我們在節目裡頭 先來談同居嘛 對不對 對 沒錯 那今天我有...也是有雙方 一邊是贊成同居的 而且各有經驗 因為你贊成你最上有經驗 那這邊表示不贊成 也沒有經驗 她都幾歲了 上節目 小燕姐的節目妳還敢說謊 沒有 結婚不出來 她結婚啊 大跟媽...大跟媽 大跟媽 小燕姐 我真的沒有結婚 我是第一次... 你結婚了 你結婚了嗎 對不對 不然會有第二次喔 新婚禁 陳丁烈 你真的沒有經驗嗎 我真的沒有 但我其實想有試試看 但是...但是我覺得還是不要 你聽完今天我們講的 你再來決定對不對 對 再來決定 好 來 這個兩性的專家 王葉孫小姐 她其實有很多的真實例子 會告訴我們 好的 血淋淋的事實 她本身發現的嗎 不是 她在對 案例... 我多希望啊 我多希望我有同居的機會啊 同居其實在台灣法律上 是沒有保障的 是 所以我們今天還特別請了一個 法律部門張律師 好 那你們要不要同居支持 就是兩鄉情願 對不對 那有的時候 就走進人家家裡 就住下來了 何而何之啊 這很不小心 對 就住下來了 但是呢 剛剛 張克凡就說了一句話 我看到他 我這句話也在腦子裡 就是 對...是不是 紅居的定義就在這裡 你千萬要想到 歡迎他來的時候是比較容易 請他走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好的保障 對不對 這跟房東跟房客 是一樣的意思啊 房東房客現在吵得很厲害 我跟你講喔 碰到好房東 碰到惡房客 對不對 這都是命啊 有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我們男生就是 硬要女生住進來 他就住個兩天 就這麼就住下來 這兩天我問到一個人 他說女生有的時候來 他有的時候留下一些東西 比如說那個什麼 鯊魚... 鯊魚夾 鯊魚夾 或者他的演習的衣服 對 這時候你就要小心喔 黃岳水老師先告訴我們一下 同居的好跟不好好不好 同居的好跟不好 這邊都有歷史的見證 他們等一下分享 但是我是認為說 因為這個 現在是一個所謂性別多元 然後性開放 那整個社會的那個 這個所謂傳宗接旦或結婚的觀念 也比較淡薄的時候呢 所以呢 同居已經是變成十下年輕人 他們在這個戀愛的過程中 的一個選擇 那這個選擇呢 也是一種學習 對... 可是呢 這問題就是說 同居的時候呢 像剛剛張克帆說的 先留下一些東西 然後兩三天變成一個禮拜 禮拜以後變成一個月 後來就過了年 就一起過了 然後就一起去度假 可是呢 不管是男的跟女的 都會碰到同居的過程中以後 我常常說 人與人之間要相處的 愉快的 好的人際關係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 所以你現在講到此刻為止 我是應該貼好還是貼不好 各有千秋 好 那各一票 在2015年的現代 很多的男女都要學習這件事情 但是呢 今天我們特別請到大根媽 因為她從第一次來我節目 就反對這件事情 她很怕大根不向你們的後塵 大根 大根 年輕耶 她很年輕 所以越是年輕 越害怕啊 對不對 我非常反對同居 第一個 那個獵物 是在追逐的過程 妳覺得是快樂的 真正妳得到那個獵物 不會快樂 有沒有 就是說妳那個過程啦 妳想說追的感覺 吃到了沒什麼 實之無畏 氣之感覺 是完全不贊成大根結婚的態度 對... 我是說同居 我是說同居 同居 現在還沒有結婚這件事情 同居這件事情 妳是絕對反對 我反對... 妳反對是怕她被人拴住嗎 不是 如果... 妳不能讓大根 因為一天到晚都在森林裡追逐啊 不是 因為家裡很舒服的 妳媽媽出去露營是吧 不是 不是 剛學生是說 在他們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忍受那個 萬一結果是好的 那是好的 如果不是想像中那麼好 她能不能... 兩個人能不能... 她會大根媽一票 能不能承受那種痛苦 我意思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同居與否 要看自己的心態成熟度與否 比如說像坐在這邊這兩位 不管是年齡或者是身材 妳要講好...好好講 或者是心智 都是屬於成熟的狀況 我覺得同居的狀況是非常好的 但可能對方那個會做菜 但是年紀稍微輕了一點 穩定度沒有那麼高的男生 是不可以的 就不可以 好 我再講啊 說不可以的原因是 你覺得女方不成熟 男方不成熟都不可以對不對 是 我是覺得 其實這個同居的立足點 必須建築在是 不要說什麼學生時代啊 什麼二次出頭 兩邊甚至工作都還不穩定 然後就只是這樣 我現在討論的 我覺得同居要討論就是說 已經到了一個近社會 劉胡子的年代 已經進入一個就是雙方算 在工作上比較穩定了 然後有想結婚這個時候 才去思考的事情 那我覺得同居就是可以嘗試 有想結婚 以結婚為前提而住在一起 是不是 就是等於像試婚那樣的 對 等一下 等一下... 讓自己動太深對不對 等一下 現在你可以看到 你同居人的嘴臉了嗎 就是像這樣子 他其實並沒有說他是想結婚 換句話說 他沒有想要那個責任在身上 因為結婚就是個責任 張克帆是對的喔 我支持他 為什麼呢 你們的說法喔 是你們的動機論喔 是以心智成熟 然後呢 經濟獨立 然後將來以結婚為前提 對 可是我們今天講的是同居 在同居的過程中裡面 但是張克帆他或許就是 不願意去負那麼大的一個責任 這個責任就是 或者我們一起 大跟媽 而且他現在是符合 幾乎在歐洲跟美國 的這些時下的年輕人也好 中年人已經上了年輕人了 他們在年輕人 感覺克帆哥就是頂客族啊 其實挺登隊的兩個星球 不願一負責任 我覺得我跟妳跨遍靈魂的代表 我跟妳講喔 Soul May Soul May是沒有年齡界限的 對 因為呢 我的記憶力在減退中 請你們不要打岔 好...對不起 我剛剛講到了 對 就說... 中年... 對 比忘記的還多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是... 現在他的說法 是符合現在這個時代的 現在這個時代就是 大家都覺得說婚姻... 你看為什麼少子 就是因為大家不想生小孩 不願意再負擔 然後看到世界災難這麼多 而且自己求生都不容易 可是又需要一個伴的時候呢 那我們大家就說好了 是怎麼樣共同生活 但不要有前提是說 我們試婚 試婚就是跟婚姻又掛鉤 但是你說同居者沒有想要結婚嗎 我跟你講 愛到最高點 絕對不是心中有國旗 愛到最高點 就是希望趕快上傳幹那件事 等一下 我必須說 試婚姻的東西 就像是楊桑林唱過一首歌 曖昧嘛 曖昧就是朋友跟情人之間 朱末不定是曖昧 我覺得同居就是 從情人到夫妻之間 曖昧不定 就是同居的狀況 那我要講一個我自己的故事 三分鐘...三分鐘就好 老師麻煩你這音樂很適合 繼續下去 我講... 老師剛剛停住了 我親身驚淚就是... 妳知道嗎 我跟我現在的老公在一起 我從一個高中畢業 就跟他在一起 14年 我們第一年同居之後 後面13年我就堅決不同居 就是發生了一些慘痛的事情 我覺得可以給大家做個借鏡 就是以前啊 我剛剛就是高中畢業嘛 然後我們就覺得這樣住在一小 好像很方便 他可以接送我在學校 就是騎車接送我這樣 所以妳很小的時候就同居了 對 反而是14年前 就是剛認識以後就同居了 對...18歲就同居了 就是反而是在 就是大家說的那種狀況 心之不成熟的情況之下 同居了 你知道同居有... 我覺得有三點是 就是可以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就是沒有隱私權 你知道我每次上廁所的時候 我都要開水龍頭 就是日本不是有那種廁所嗎 就是有那個... 對 那個流水聲 我就要開水龍頭 蓮蓬頭 因為他會聽到那一聲音啊 然後洗澡洗到一半就這樣 開門進來說 我要洗手 我說 我去拿那個肥皂丟它 我說妳出去啊 我說洗澡耶 結果覺得很糗 然後他的朋友來了 來我們家裡面 我就把他關在門外半個小時喔 整理家裡把內衣褲都藏起來 然後什麼隱私的東西都藏起來 最後來我們就發明了一個暗號 就是他要是忽然 帶朋友來家裡的話 他就要先按電鈴說 我就知道 門外有學長來了 然後我就趕快整理家裡這樣 我就會有暗號 18歲同居在一的事情 實在是很特別 尿尿怕被聽到 那不是個小套房吧 應該是大的家對不對 沒有 還有一個比較成熟原因 就是理財 我那時候理財的功能是關閉的 因為比如說我們一起租房子 妳一起買洗衣精 妳就會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零用錢每個月就是 我賺的錢都拿回家 我就是跟我媽拿 七千塊當零用錢 所以有時候我付不出錢來 我就覺得沒關係 下個月再給他就好 反正男朋友會付嘛 後來我很慶幸我做的這個決定 就是一年後我們就分開住 我就沒有同居 就是我現在可以 我覺得我可以用自己的錢 買房子開店都是 我後來養成我自己存多少錢 就花多少錢 我們是分開了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各位請想清楚啊 大哥媽 同居不好不好 是不好的 不好的 對... 小心... 今天也贊成同居的理由 意外勾起杜師妹 傷心往事 男生跟女生 因為結婚在一起的話 他們會勾到會嫌調 哪怕是吵架 對... 我生毛太多人 以前沒有同居過 他們結婚之後 發現問題不能解決 他們在選擇的話 就是離婚 妳在哭喔 沒事 這一個會更好 關係 沒事 這一個會更好 老實講很... 因為婚姻也好 同居也好 到最後錢是一個很重要的 沒錯 對不對 誰來養這個家 對不對 律師 其實同居 不管你十年 十二年 或者幾年 二十年 其實都沒有任何保障對不對 他沒有一個婚姻關係 就是兩個人事實上住在一起 所以就錢的部分 不像如果是有個婚姻關係 他離婚 財產清算 然後做一個分配 但是你住在一起的人 這兩個人是沒有一個法律制度 去保障你的 所以你可能買了一個不動產 那就要看 你登記在誰的名字 對外就是這個人的 他可能把它賣掉 可能去貸款 就以民意人 因為他並沒有任何一個 這個制度性的一個保障 或者你登記共有 以後這的時候 你也要協議分割 所以這個都要考慮到 其實我覺得剛剛佩佩講 佩佩講的有盲點 你看你什麼 你先... 你看 從剛剛佩佩同居這件事情 教會他多少事情 一年教會他多少事情 他學到很多是從同居金裡面 學到的 沒錯 沒有那一年 你的意思是說 他是交了一年的學費 對不對 13年以後他自己買了房子 這些東西就是他... 他14年以後 他就跟同樣的朋友去過 如果當年沒有同居 怎麼都不知道 我同居來對不對 然後沒有同居過 根本沒學到這些事情 好 我覺得我自己的案例 對 因為我覺得我那一年 同居那年是29歲 然後其實我覺得 我們的方式是還... 怎麼回事 那個方式怎麼了 是說太晚了 不是 29歲才開始同居 29歲才那一次開始同居 因為我覺得... 他那9歲才有人要跟他同居 對不起 不是 是比較成熟 可能不解決的成熟 我想再玩了想定下來了 就是想無穩定 是 那我們那時候的狀況是 因為我們其實都租房子在外面 那兩個人那時候 我也還沒買房子 我們都租房子在外面 就覺得其實這樣子 好像兩邊開銷 而且也很穩定的狀況下 我們就說那不然 我們住在一起好了 就共同租一個房子 所以我們的開銷 當然也就是一人一半 就是什麼東西都一人一半 那那個時候 因為他...他也算是同行 只是他是舞台劇演員 他收入比較少 那我因為算是在演藝圈 我收入比較多 所以當然我也比較愛買 所以比如說很多東西 是我本來就有的 那就不用去計較或什麼的 然後汰換掉的 他也覺得他可以購入 我覺得我們在金錢方面 講得非常的好 然後 所以我們有各自各自的 最後為什麼分開 最後分開是別的原因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同居的原因 對 然後而且我在這段 同居關係當中 我才學會理財 因為我自己是... 對... 為什麼同居關係 都可以研究到理財 真的耶 應該會... 其實我覺得 是因為 對 真的... 要面對 因為回家住在家裡 家裡這個 靠爸靠媽對不對 然後你就不覺得生活 對不對 然後真的跟那個人在一起 你就要知道 不是 在同居的過程呢 你就是在互動的過程 你在觀察別人的同時呢 你也比較學一些東西 所以是學習 對啊 而且同居的關係 但是太心態了 有些是不一定有未來性的 有些他其實是產生一個未來性 所以住在一起 就像一個夫妻關係 所以他有一個未來性 可能有共同性的目標 所以會產生理財的問題 我就是因為跟他住在一起之後 因為他的收入那麼少 但是他居然有存款 然後我的收入比他多 但我居然沒有存款 就發現自己這麼愛挖錢的 對 我就開始學習他的理財模式 然後我在30 我大概31 32歲的時候 我就買房子了 就因為他教會我理財的觀念 然後我買房子 我們還是住一起 可是因為房子是我買的嘛 所以房貸我付 但是生活費開銷他付 我就說他一樣是租房子的概念嘛 然後他的付費用 其實水電瓦斯費沒有多少 那對他來講 也沒有額外多開銷 那我們那時候就決定 要以結婚為前提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那我們開一個共同的戶頭 然後比如說這個月 他有多少錢可以存進去 我就比照他那個錢存進去 所以都是一人一半 那如果未來有未來的話 那個錢就是小孩子共同基金 那如果我們分手了 那就是把它解掉 一人一半 就是我覺得我們在這方面 我覺得因為 他的一些很好的理財觀念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成熟啊 這同學很好 我覺得不對 你覺得不對為什麼 你不同居的人 你有什麼資格講不對 我覺得在這個理財的過程 這些觀念喔 都是可以從交往就可以獲得的 對 因為你自己一個人出去住 也是可以習慣 因為你就是自己一個人生活 你交男女朋友的時候 比如說今天交女朋友 這個可能比較會花錢一點 你就想說這邊要省一點 那這個比較... 現在這個女朋友 如果說他比較會省錢的話 他也會影響你 等一下 你是現代的男性對不對 長得也很帥對不對 所以你要同居 應該是不難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就是不要同居 你不要同居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的很多好朋友 都去對方家過夜 他們都... 這樣比較省錢 其實算下來不會吧 他們都有同居 然後他們就發生一些問題 比如說兩個人相處 好 他們也是以結婚為前提 所以同居 一開始前一兩個月 蜜月期開心的 感覺世界是美好的 兩三個月之後慢慢來了 女生刷牙的時候奇怪 她永遠不會往上折 她永遠就是這樣子擠了就刷 那看了就不舒服 洗澡的時候 長頭髮的女生洗完頭髮 乾淨 清爽 可是那個... 排水孔 排水孔 永遠就是一堆頭髮 也不曉得要拿...清理一下 內衣內褲永遠就是亂放 然後那個書桌呢 她說我的朋友本來是很乾淨的 她那個書桌的一個椅子 衣服疊得這麼高 完全不是她的 都是她女朋友的 那個生活習慣就不好 但是我覺得 如果說是結婚的話 這些可以改變 我絕對不是這樣講耶 如果我們... 妳聽我清楚 你很夢幻喔 結婚為什麼會改 因為結婚... 結婚她頭髮就不會掉了 你知道... 結婚如果說男生跟女生 男生跟女生 因為結婚在一起的話 她們會溝通 會協調 哪怕是吵架 可是因為其實是同居 等一下 同居不說什麼 你趕快... 讓人家辯方說完好嗎 好... 你還有三十秒 你不要再答辯... 我們派出來是杜思梅 沒有太弱... 結婚因為有婚姻的束縛 彼此有責任 會因為這個的前提之下 好 我們要試著調整 可是如果說是 如果是小一點同居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如果是 大家心事都比較成熟 同居的話 反而會開始在算計說 她到底適合當我的老婆嗎 適合當我的老公嗎 反而會這樣子 因為彼此的能力有了 選擇全多了 就不見得會專注在一個 我覺得陳德烈在講話的時候 大哥媽的頭... 你也頭髮了 媽媽 阿哥媽的頭髮 我支持你... 是不是媽媽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根本在同一個年代的人啊 這不是傳統 我們可以說話了嗎 可以啊 可以 像剛才她講的很多的事情 一定會有遇到 可是那是我 學會如何跟女孩子溝通 最多的一年 因為你會發現 對 兩個人溝通會有很多的 很多不一樣 我要講的是時代不同了 以前我們的上一代爸媽 事實上他們的接觸異性的機會 不多或者是沒有這麼的廣泛 所以當他們結婚之後 他們的概念是 有問題 我們來確定 我們來想辦法解決它 可是到了我們這代 事實上你的選擇太多了 基本上很多結婚的人 我身上有太多了 以前沒有同居過他們結婚之後 發現問題不能解決 他們的選擇方法就是離婚 可是如果你是先同居 你遇到真的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們不用扯到離... 你在哭喔 沒事... 下一個會更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下一個會更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好 而且讓你很快學心 怎麼跟女孩子溝通 因為我遇過我朋友 他們結婚的時候 那種吵架 吵什麼吵架 家裡面怎麼裝潢 我在那一年多 我就學會一件事情 就是家裡面要怎麼裝潢 其實如果女生很有主見 你就讓她去決定 要不然的話 女孩子更是 她覺得如果這個東西 住起來不舒服 她會給你刀一年 所以你就OK fine 你就選擇一個舒服的方式 而這一點是 開始慢慢發現就是 像我爸跟我媽 他們那種婚姻這麼長久 你就發現 男生就會讓女生嘛 這個是我覺得同居之後 要學到的很大點 她有點那種好先生 不是 對不對 就是 在一起就算 反正她舒服 妳自己過得也舒服啊 她這樣的同居生活態度是對的 對的 因為她就選擇同居 同居分手問題大 張科帆狼狈搬離 如果妳兩個人感覺不好的時候 怎麼樣請她搬出去 是不是 也有別人住我這裡 我也有住別人那裡 從我這邊走的都是我 直到她走 我才要回家的她就走了 我先不回家 看她還會不會待得下來 以我住別人那裡的經驗都是 她把我所有衣服都往外丟 我就走了 她這樣的同居生活態度是對的 因為她就選擇妥協嘛 那在妥協的過程中 其實她也在觀察對方 是不是我們走得下去 那我既然呢 目前不跟妳提婚姻 那我就是先觀察 那覺得可以 我們都在做調試 調試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也許她就會開口說 我看 我們來結婚好了 所以 老師 太...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三位贊成同居了 如果兩個人感覺不好的時候 怎麼樣請她搬出去 如果這個房子是你 妳看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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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這邊還有位子 來吧 坐吧... 不是... 你是老鼠是不是 是因為客人跟個人 都跟屬於蝶仙型的交往 會請不走的狀態 沒有喔 真的 我覺得很難 因為你不想她住進來 但是你又沒辦法叫她走 你怎麼辦 對不對 也有別人住我這兒的 我也有住別人那兒的 以我住別人那兒的經驗都是 所以... 也不難是不是 男生要走比較不難 然後所有從我這邊走的 都是我... 直到她走 我才要回家的 她就走了 我還沒說過請她走過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就是自己不回家 先不回家對不對 我先不回家 看她還會不會待得下去 她很有風度喔 她很有風度 就不好意思講啊 不一定每個男生 都像你人這麼好 其實我覺得男生的想法 都是覺得好像 大部分都是同居OK 但是我覺得女生的想法就是 就是沒有那種愛情的火花 等一下 她剛剛講是衣服丟掉你就走了 另外一個是她就不回家 其實在同居的這個法令上面 她只有一條是保護同居人的 就是保護令 保護令 除非她打你啦 除非人有暴力 因為保護令本來是給... 那個鄰居也會有保護令的啦 保護令本來是給家 不是只有同居人的啦 她給家庭成員的 可是另外有個規定 就給同居關係的 也就是說因為同居關係裡面 其實是容易產生 因為都在一起 像夫妻關係了嘛 所以容易產生紛爭 有時候互動中或分手的時候 容易產生暴力 所以她可以有一個 保護令的申請 這是法律面 特別正面的 走到那一步就很可憐 走到那個就... 對...對不對 而且妳自己的房子 妳要在外面躲很久才能回家 萬一有一個人 他是屬於那種摩羯座 他就不走了 可是小燕姐妳要想喔 這是因為是同居 所以我們還可以想方設法的 把她請走 但如果你沒有婚前 沒有經過這個同居的狀況 妳直接把她娶回家了 遇到問題了 那更完蛋了 妳說法律對那個婚姻保障有多少 好 沒事 不是 過去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聽聽 張律師怎麼說好不好 好 結婚了 如果不要在一起就要離婚 離婚要協議 談不論還要訴訟 這就是一個婚姻制度的兩面 可是你的同居關係呢 這個我們剛剛講到請神容易 送神難 不一定啊 因為另外一個角度是 她要走就跟你拜拜就走了 因為她沒有一個制度去 可以幫助這兩個人 對啊 其實她是沒有一個制度的 妳們都搞錯身分 對 因為為什麼 就是因為有結婚要分手 張律師才有Case做 我們這邊是佛心來的 不是 佛心啊 報告提升 我覺得不是 是因為 我還是要補充 我這邊也看到很多 同居的那個後遺症 同居的後遺症有幾個就是 我特別提出來就是 如何做到和平分手 對 親神容易送神難 裡面有一個最怕的就是 你的後遺症是產生什麼 有一個個案 她已經分手了 然後同居分手 可是當這女孩子去結婚的時候 男孩子呢 就把他們以前 同居的生活的影片 全部寄給所有賓客 那一天現場發送 後來叫著警察 所以對方也有罪 可是呢 對方有罪是一回事 對方不甘心嘛 結果呢 就變成 對這個女孩子的婚姻來說 是 然後第二個就是 很可能呢 你將來結了婚以後 你因為在這一個 所謂同居的過程中 你有一些不愉快 你分手了嘛 你跟別人結婚 或者你從此不結婚 可是如果你結婚以後 你有小孩的時候 你會怕你的小孩子 就像我自己 現在有未婚媽媽的評估中心 可是呢 我們所有的未婚媽媽 你問她一個問題 你...將來如果你的女兒 跟你一樣當未婚媽媽 你贊成嗎 幾乎都反對 也有 所以這個後遺症 有時候是會存在的 對 其實像那個未婚媽媽的問題 又貼上一個 對... 其實我是覺得喔 因為兩個人已經在一起了 生活習慣很多都知道了 是 應該講說你碰到的好人 對不對 一切就...就和平的分數 他覺得大家沒有感情就再見 沒錯 萬一你碰到一個不甘心的 就是他剛剛講的 或者是你有了新的朋友 他就是會來吵 會來鬧 他也知道你都有很多生活習慣 他也知道你的密碼 他也知道很多的事情 好吧 可是這個同不同居遇到 都會有可能遇到這種 結婚 結婚也會遇到神經病耶 對啊 可是我跟你講 同居還有一點 就是說呢 你結了婚以後 你的老公劈腿 或者你的太太有外遇 你還可以當一個原配 四處哭訴 那麼受人同情 你知道嗎 活去同情 所有的親戚朋友 都出來當和事老 可是當你同居的另外一半 有外遇的時候 我跟你講 只有一句話說你活該 所以他就是這樣子 曖昧啊 讓人受盡委屈 有沒有 就是因為 曖昧不明 你就是也不是夫妻 然後又借在情人之間 然後要是 又沒有法律責任可以去 有點似不像了 對 似不像 就是太曖昧的關係了 好處就是在 我們剛剛在同居講 還沒結婚前啦 同居你就知道她是這種 這種個性的話 你就... 你都可以不要這樣子 阿比老師 你看 這是什麼樣子 這個太多了 我覺得這反而是這個 其實佩佩的例子很特別 因為她很年輕的時候 笑不懂事就是同居嘛 就是同居一年以後 她就發現其實婚姻是 就在一起是 其實不好玩嘛 同居的時候 我忽然發現我迅速變成 不是夢幻中的那個女生 就是她可能喜歡我喜歡很久 但是一同居之後 我就會開始說 為什麼妳垃圾總是都不倒 就是不拿去倒 她就跟我說 因為妳知道那個廁所的衛生紙 妳把水倒下去 它會壓扁 然後就變扁了 她就說把垃圾帶拉高之後 就可以知道 我就會覺得 那這樣子就是放在那裡放很久 我就會一直叮嚀她 我就會覺得我迅速變了 這種事情妳記14年喔 但記完了以後 妳還是嫁給她 記得 就是會覺得我快速變黃臉婆 就是變成不是她 她可能追我追很久 但是我一同居 我馬上變成她第二個媽媽 女生的天性不是就是這樣子嗎 會一直唷叨 一直唸 然後就說衣服 好 飯 不洗...沒關係 我幫你洗 或者是她就是 比如說她以前在學校 是熱舞社副社長 然後很會畫畫 就好崇拜 然後我一回到家的時候 還有一次就穿一個四角褲 然後把那個髮副 我這樣戴在頭上把它用起來 然後在那邊打電動 然後桌上擺好多零食 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她會覺得妳說太多 很容易...很容易破滅對不對 對 我大哥媽就說對... 對啊 對 我又有個朋友 她兒子重居 但是她媽媽就很反對 她兒子說我現在很好啊 她也沒有要結婚 那就完全就是逃避責任 她也不生小孩 她覺得她現在很好 可是我覺得還是... 我覺得大哥媽現在每一句話 都是在對大哥說 對 對 其實說媽媽的會比較乾淨 對大哥媽會比較乾淨 妳出過的事麻煩 應該怎麼算了這個 就是說其實妳陪父母的時間 就是那一段時間 妳陪另一半搞不好四五十年 妳那段時間應該多多陪陪父母啦 我是覺得是這樣 大哥媽 大哥媽 妳在跟別的女人搶世間呢 對 我現在說大哥是幾歲啦 大哥現在幾歲 Julia想和念頭 慘遭詛咒 而且像我們都三十幾歲的朋友 會體諒說你也該有一個 感情是好好得到結婚 不會得到她是女朋友 我現在會有... 你不想結婚嗎 會想...當然會想... 好像她每次講說 她最緊想結婚 她一個月後就會分手 對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其實有沒有人 在妳的案例當中同居很多年 到最後她什麼都沒有 她想來尋求法律的補出 比如說我想告他們家裡的人 或者我想要什麼都不成立對不對 其實同居關係下 測掉的 這種關係裡面 通常在那個涉及到訴訟 剛剛講分手報都是一種 很多就是有那一塊 或照到傷害或散布裸照 這都有的 或者因為錢的交錯 那有些是 可能對方是盜用她的信用卡 有這樣的一件嗎 對...有... 或者盜用印章 因為妳生活上的緊密交錯 她很容易拿到妳這個東西 所以因為這樣 又產生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但另外一些面向上產生問題 還有一個小孩的問題 剛剛提到那個未婚媽媽 那還有就是說 因為妳未婚媽媽這個 妳只要不是婚姻關係下 這個生下來都是嘛 那妳還要有爸爸認領的問題 那爸爸認領之後 他爸爸萬一不認領 還有強制認領 用DNA就透過訴訟 那定了之後還要定監護 所以它有一層一層的 一個法律問題 其實我覺得同居與否 有時候這個 不一定是絕對好或絕對壞 或者是不是試婚 我覺得都是未必然的事情 我個人認為 再於是說 妳這個人 剛剛問到年齡 年齡是一個指標 就是說妳有沒有成熟到 妳去想清楚來 假設要同居 以後妳會面臨怎麼樣的問題 妳是不是想清楚 妳想清楚去接受他 妳就可以走這條路 就是這樣 我這邊的案例 大部分就是最後分居不成 或者對方劈腿 然後大概就是剛剛那個律師說的 他幾乎都出現以後呢 他又不敢去告他 他也不敢去報警 可是從此就陷入憂鬱症 還有很多人 在年紀大了 同居了以後 先生走或誰走了 其實他什麼都拿不到對不對 對... 因為他沒有一個夫妻關係在嘛 所以你如果是就錢的部分來講 他就沒有 因為我們如果是有婚關係 你會清算還可以分配 比方有人聽到分配一半的這個問題 可是假設是沒有的 就像兩個人住在一起 那財產的部分就是看登記誰的 反正就是 就像他不是同居關係的兩個人 那誰的名字就是誰 那有些因為 就是因為住在一起 有些會扯不清 沒錯 住在一個屋子裡面 說不動產房子 登記誰就誰了嘛 可是在裡面的東西呢 常常扯不清 我們有時候處理 有時候這種 分手的時候要處理 我們還 就雙方講好就是 哪些東西歸男方 哪些東西歸女方 這代表了什麼 雙方很有... 對這些很有意見 所以只好用副表來處理 我覺得同居是可以 可是不要一起買房子 對 就是你們可以說要一起租 或者是 譬如柯房哥還先買自己房 女生來租 可是不要一起 還沒有結婚就一起買房子 去共同買一些 然後去共同闖一些事業 這個是不好的 闖事業 一樣的意思 我就說同居不要... 好吧 不是 我的... 我跟我們在講同居的例子 等一下是不是可以做這個事情 他去...過來啊 他去... 他沒有... 然後我... 都我了 不是... 我就說我們在講同居的 這個立場上是不可以 不要... 我們其實很多規矩要講清楚 同居也有方便 你如果跟這個合夥人 他就不是一個闖事業適合的合夥人 不管你們是不是情侶 到最後 就算你們不是情侶關係 他都不是一個好的 在一起的闖事業的夥伴 而且前面講對我 我覺得跟同不同居 結不結婚是無關的 台灣將來也會改變 像歐美現在是 同居超過半年或一年以上 就形同結婚 所以他在各方面的保障 就是新同居 小心喔 所以我們還要說 黃老師這句話 因為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同居 所以你算在台灣多好 也許... 也許張律師他們... 怎麼有這種音效啊 好可怕喔 你要去同居之前 你要想到很多 我剛剛提到的後遺症 是不是能夠和平分手 然後呢 是不是大家都能夠不當情人 還可以當朋友 或者說小孩子 還有你自己將來心理上 是不是能夠平衡 那個誰佩佩是幸運 剛好他同居的 跟他結婚是同一個對象 對 要不然的話 開心 那你知道嗎 張克帆也許他因為 有很多段的這個同居 這個經驗 就讓他覺得說 走進婚姻了 實在是沒出息 那其實... 其實你們不能這樣講 所以他害怕 其實這是適合克帆哥的 不然他就有好多段的離婚經驗 夜路走多了 難免會遇到鬼 我的狀況是 就不要走夜路了嗎 晚上就乖乖睡覺 不要出去玩 對 其實你現在因為有同居 所以你OK 就是這一陣結束就結束了 你會不會就這樣子 所以不想結婚 我現在對女生啊 沒有興趣的嗎 沒有 我 不會吧 你也小心 沒有 真點喔 是存著比較尊敬的心態 不要這樣 什麼都這樣 我說 因為你看喔 就是會看到女生很多 她其實女生就是個... 女生 也是一個人 我們以前不把女生當人 把她當成神 把她就看著就 一個漂亮的女生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就衝用衝的 現在看到一個漂亮的女生 我們想說 這個女生是不是會有 有一些地方怪怪的啊 會不會 以後我如果跟她交往了 我連自己的時間都沒有啦 我就會失去一些東西啊 就會去審慎的評估了 因為兩個人出來一起 所以比較用上半部在思考 對不對 對...會比較用 這個人是不是可以好好相處來思考 而不是以就是 我只要跟她結婚了 什麼都會美好了 絕對不會有這種天真的心態 所以大根到了這個年齡 妳就不用擔心了 我覺得就是婚前吵架 OK 因為妳婚前吵架 妳才知道她的接受能力到哪裡 可不可以接受對方 那同居我覺得是非常反對 我還以為妳講說婚前吵架很好 婚後就不吵了 對 所以現在先同居 不是 先同居 有一下... 等一下 我要講一個 大根媽或是小燕姐 還有在場的所有女生 應該都認同的 就是我覺得女兒結婚之後 就要住到夫家去了 所以我那時候要結婚的時候 我每天在家裡就是會掉眼淚 我就會覺得就是離開爸媽 我覺得很可憐 就是離開養自己的爸媽 所以我覺得就是能在家... 對不起 你家... 所以我是要多陪爸媽嗎 你結婚得難過嗎 怎麼了 妳有什麼委屈啊 妳有什麼委屈 她對妳做了什麼嗎 對 我們有律師在做 馬上幫妳處理 我們要棋底埔導... 妳們在感動什麼 她的夫家在桃園而已耶 妳以為妳在夏威夷啊 對啊 等一下 不是 我直接忽然覺得有點害怕 因為妳看我要是十四年前 同居一直下來 我等於說我少跟我父母相處了 十四年了耶 是嗎 是不是 對 是不是 對一個女兒來說 是將來一定會後悔的事情 對 可是大根不見得會後悔啊 男生比較不會再看女生會後悔 真的 就是多...時間多陪陪父母啦 真的 不然會後悔 我覺得就以女生來講 立場是這樣 可是對於男生來講 同居的不好的是 像我有朋友 他有跟女生在一起同居 他每天大早差不多 我們出去玩比如說唱歌 唱到十一、六點 他一定要回家 因為這個中間的過程 他的女朋友一直打電話給他 問他什麼時候回來... 很好 這樣... 這樣子就會... 我的例子是十點五時 可是我這一點就重點了 重點了... 重點了... 對 這樣子... 沒有同居啊 你十點鐘跟他通完電話 你還可以十一點出去 OK 好 然後我那個朋友呢 他就回... 他就跟我們講一講之後 他就回去 他想說德烈 那個我們晚一點 然後女朋友按來好之後 他會跑出來 可是他最後也是沒有出來 可是有另外一個狀態是 他們剛好結婚我的女朋友 我們知道他有了家事之後 我們不會讓他玩超過 比如說十二點半 一點不會 就讓他早早回家 因為他要陪的是老婆 因為我們對於那個女朋友 跟老婆的定義是很清楚的 因為有時候你比如說 男生在外面闖失業 難免要交盡應酬 你如果長官說對不起 所以啊 沒有結婚了 小燕姐 這種是壞朋友 把同樣的狀態 如果在公共的話 對 有結婚的人回去 是因為他婚姻關係有老婆 而且像我們都三十幾歲 朋友會體諒說 你也該有一個感情 是好好得到結婚 不會再說他只是女朋友 我現在也有女... 對 所以就是年輕... 那你不想結婚嗎 會想...當然會想... 他每任都有下 有...有體驗之內 但是他每次講說 他這一任想結婚 那一個月後就會分手 沒有... 對... 我不曉得這次準不準 因為像佩佩剛剛講啊 就是你說你們18歲的時候 同居所以發現到很多 生活上習慣問題 但你們現在結婚 你有沒有覺得是因為那時候 同居的經驗 然後彼此有磨合過了 所以現在結婚就更快上手了 可是他剛剛掉眼淚 我不知道有改善沒有 有啊 其實那一年我是真的有 就是發現他就是相處過後 真的是跟我還滿合的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都在一起 一直到十四年後結婚這樣 妳好厲害 挖洞挖得很成功 不是 可是... 她現在就不會戴法庫跟四角庫 坐在電腦前面 擺一堆零食了 還是會 但是不會讓我現在可以接受她這樣 是因為她可以接受了嘛 因為有個責任啦 她成熟啦 我覺得夫妻相處啊 每個情侶相處 最怕的就是走到變成老夫老妻 就是愛情的黃昏 很多人會覺得 這樣好像沒有愛情的火花 所以我會覺得 在這之前 在結婚之前 我們都應該保有新鮮感 我會想要打電話問妳說 妳今天什麼時候回家 妳今天在幹嘛 我覺得應該保有這種熱忱 就是住在一起之後 我早就知道她的行蹤了 每天就是她什麼時候回來 我都知道 我都看得到 我是要回家嘛 對 我就沒有覺得 那個新鮮感 對 這個突然問我說 你們為什麼可以在一起這麼久 我覺得就是那個新鮮感 對 要抓住那個新鮮感 等真的大家都成熟了 我覺得結婚就OK了 其實今天我們講到這裡 雖然在同居不好當中 我放了很多叉叉 這也是根據你們雙方的講法 那個同居好不好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啊 是看過很多案例 請各位 對 這是重點 真大眼睛 對 你有度數的話 戴上眼鏡 沒錯 我覺得不是那種說什麼 剛認識的出來 至少交往個一年... 一年半 兩年你們戴出去 如果她有脾氣上面的不好 有個性上面的缺失 有心智上面的問題千萬不要 對 千萬不要冒險 我覺得這一點是... 其實我有一位外國朋友 他們同居30年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英國的學者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從這個同居的經驗中 你學到什麼 那也許他是因為外國人 社會的風氣 文化背景都根本不一樣 他跟我講 他就說 其實同居男女相處的時候 他說跪在尊重包容 因為在同居的過程中 所謂尊重就是尊重他的隱私 包容就是包容他的缺別點 但他說因為人在互動的時候 在了解的過程中裡面 他又跪在學習跟進步 他說學習是...學習跟欣賞 他說學習是學習對方 讓自己能夠進步 一起學習 他說欣賞是欣賞對方的優點 其實如果你心智能夠到這種程度 你同居沒有關係 可是小燕姐剛剛在講的就是說 很多人是因為 這就是很慘的 每個人的動機一開始就是 因為在戀愛 然後呢 我這個愛情的火熱 希望你能夠來照顧我 當你指望別人來照顧你的時候 那就是你悲劇的開始 動機不良 對 動機不良 而且你... 而且最重要一點 就當他很會吃醋的時候 你可能碰到一個控制狂 對 對不對 你在剛戀愛的時候 他會吃醋好像很高興 可是最後可能他變成一個控制狂 所以各位 請睜大眼睛 看看你即將要跟你在一起的人 是什麼樣子 如果電視機旁邊坐的就是那個 你現在自己心裡好好想想 我不是嚇你 好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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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的時間 好可愛的時間